当裁判的哨声响起参加竞赛的服务人员 开始进行整理房屋铺床单 而这些动作规定要在三分钟内完成 比赛的过程里有人手忙脚乱 但也有人很淡定 主办单位表示已经进入第二届的全国旅馆杯 参旅服务竞赛 今年报名人数特别多 主要是有许多参旅服务科系的学校 主动帮学生报名参赛 校方希望能够让学生在校期间 就能有更多实务学习机会 让学生毕业之后进入职场 无奉借轨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说 全台湾服务业占了百分之七十 对于这些服务人员的需求也特别的多 我相信举办这些比赛 让学校的这些学生 还有我们还有在职组的这些 我们的所谓所有的这个饭店同仁们 能够更清楚 更有方向的 知道说我们的职责在哪里 也让所有的游客 看到我们这群在比赛 这么热烈的比赛之中 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有观光业的热忱 除了铺床的比赛 还有托盘比赛 选手的手里捧着托盘 必须以优雅的步伐连续转弯的方式 最后把托盘送到指定地点 议员张志明表示 主办单位将提供前三名优胜者毕业之后 可以直接到观光旅游协会的会员参与公司 应征上班 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好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比赛 我们看到很浪质 也有这个学生在托盘 也有学生在寺民优胜 这也是一个饭店非常重要的东西 有妖怪村 我们的林志盈董事长 率领 我们这个观光协会 所有的协会 他们做一个国家 就是只要你 在这个地方 对对 请三名 所有的饭店 所有有关于观光协会的饭店 将优先录取 这也是我们小孩 理合我最高 后来要职业 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也恭喜得奖的人 主办单位指出 今年报名参赛的队伍 比往年增加许多 预估明年参赛队伍 可能倍数成长 议长何胜峰则表示 希望借由竞赛活动 能够提升台湾旅馆业的服务品质 也期盼各行各业 都能够到好山好水的鹿骨香 举办类似的竞赛活动 带动鹿骨的观光产业发展 民意新闻 黄俊槐 鹿骨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